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件刑事案 發生的地點不在香港 在菲律賓的蘇碧灣 有四個香港人被控藏毒和製毒 最後在近日判了出來 他們的藏毒罪名成立 四個都被判終身監禁 這件事其實香港媒介都有很多的報道 但是究竟大家所知的 是否就是這些媒介上的文字 所能夠表達到的呢 今天我們找到協助他們的立法會議員 陶謹申給我們兩條片段 我們可以從中或者了解得更加多 首先我們看回第一條片 當時其中一家有上船去採訪的電視台 看到緝讀院 現在這個畫面就是其中一名船員 就是被搜查他的背囊時候的情況 他就逐樣東西都養出來 例如那些衣物 這個就是梁樹福 其實他的背囊是藍色的 當時第一次搜查的時候 就是現在這樣的狀況 當時他就有些翻箱倒廊 因為我想都有些 一格一格他都需要逐格向當地的警員 去講清楚裡面究竟還有沒有東西 就是這樣 亦都見到有很多隻手在旁邊 這些應該都是一些警員 或者是相反執法縫門 這個紅色的 據說其實裡面是包著金銀衣紙 就是用來在開船之前 用來作一些拜神祈福用途 這個畫面我想相當關鍵 因為它是可以把他的東西放進去 這個是另外一個船員 也是把行裝在背囊上拿出來的 有些都是普通的衣物 這樣養 要搜得徹底一點 所以連一些膠袋裡的東西 都叫他逐樣養出來 如果你有發現的話 是不是應該在這個時候 其實應該 基本上 菲律賓警方是不是已經人裝並獲呢 可以 好了 第一條片我們播完 我們再看第二條片 第二條片就是 當日的稍後時間 才出現的 才開始拍的 看回剛才的背囊 就是梁樹福的背囊 最後這個畫面 其實就是那包的毒品 我想這件案 其實為什麼香港這方面 那麼多的一些輿論聲音 都覺得是需要查清楚的 就是 其實那個現場環境 當時其實菲律賓警方 在這一個 這四個香港人 駕駛的這隻船 出海無奈 就是帶了三家的菲律賓電視台 是上去這架船上面 是攝錄的 從一個正常邏輯來說 我估計 都應該 當地的警方 其實對於這件案 都相當有把握 才會這樣做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這個背囊 要找第二次 才找到的毒品出來呢 而且就是 其實剛才看到的片段 就是那三家電視台的 其中一間的電視台提供 給香港人 他們去作上訴之用 他們也是願意出來作供的 那個攝影師和記者 就是為這四個香港人 去講回當時的情況 就是第一次是沒有搜到任何東西 第二次才能搜到的 不過這樣 在這個法庭上面 法官就說 雖然不是第一次搜到 但是都是在其中一個人的背囊搜出來 所以除非他們能夠 講到哪一個是放這些毒品 在這個背囊那裡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藏毒罪都是成立了 再加上其實這件案 也有些旁知 大家可以多些理解 就是原本不是這個法官 去審理這件案 只不過是因為上一日 法官在審訊過程當中 接到死亡恐嚇 到最後就由這個法官 取代了之前那位法官 去審這件案 這件案件究竟最後會是怎樣 因為現在還是上訴階段 都未可定論 不過這樣有圖有真相 有畫面也都希望能夠更加充分 令到香港的朋友 對這件案件有更加進一步的理解 因為事實上 一個普通法的地方 究竟是要那個被告人 他們自己去找證據 還是說檢控一方 需要找證據去 所謂去指控被告人 在這件案上 我就覺得有少少是倒轉了 究竟這件事最後發展成怎樣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跟進 今天先談到這裡